唉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嗯 我没有听错吧 好像有狗叫哎 出去瞧瞧 我去 那边有好多旺财啊 老乡你没事吧 哦 没啥事 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哦 我还以为你被狗咬了呢 没事就赶紧回家 别躺在这了 哦 这狗怎么坐在凳子上 是你养的 小熊 你的店铺被这群旺财占领了 现在做的生意都是给狗做的 什么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黑帮干不过就算了 连狗你们都抵挡不了吗 算了 跟他们老大商量一下吧 那啥 咱们能谈谈吗 哦 是你店铺的事吗 嗯 是 是的 让狗来管理店铺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啊 嗯 你歧视我们的狗 我跟你讲 你可不一定打得过他们 哈哈哈哈 老哥 不要这么激动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店铺我们是不会还你的 这个村子已经是我们的了 哎呀的 真来气啊 虎头 冷静一点 别跟他计较 嗯 这么听话 说不打我就不打我 哦 这边又来了几条狗 过去 好多钻石啊 不会是从村里偷的吧 真不会说话 哈哈哈哈 我说了 这个村已经是我们的了 所以我拿一些我的钻石 怎么能叫偷呢 嗯 好吧 你开心就好 这可怎么办 现在我手里只有一把手枪 根本打不过他们啊 哦 骨头 有了 我也去养几条狗 不就行了吗 到时候可以帮我牵制那群家伙 哦 去村尾找找看吧 我记得那里的流浪犬挺多的 快看 那边就有三只哎 等等 它们好像围着什么东西 嗯 好小的狗啊 原来是在欺负它哦 赶紧给我滚开 决定了 就把这只小狗带回家吧 我要好好训练它 让它变成我的得力干将 哦 小伙子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坐下 哎呦 还挺听话的 等会儿啊 我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哈哈哈哈 去了一趟超市 买了一些吃的用的 来 把这根骨头吃了吧 我去 长得也太快了 跟它玩一玩捡木棍的游戏吧 把它捡回来 呃 全是口水 算了 这就是训练它的必经过程 对了 把我给它买的衣服穿上 嗯 真帅呀 这样才像我的狗嘛 以后就将你老钟吧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多吃点东西 这样才能快快长大呢 哦 等等 我没有看错吧 我怎么感觉这家伙在睡一样 呦 小熊 这是你养的狗 挺肥的嘛 看着好香啊 你压的会不会说话 给我滚开 我 应该是这些特殊的骨头起的作用 老钟 现在你已经不是一只普通的狗了 你的责任很大 所以一定要好好训练自己 这些骨头 我给你放在饭盆里 以后饿了可以自己吃 我已经养了老钟快一个月了 这小伙子的体型也越来越大 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夺回我们村子了 哦 来 老钟 这两把枪你拿着 就按照我教你的那样去使用 先拿这个斧头犬开刀吧 老钟咬它 一招秒杀 不愧是我的狗呢 这里还有一只 把它也给我解决 我去 又来了好多狗 你挺得住吗 我 呃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它根本没把这些普通的狗放在眼里 怎么样老大 还记得我吗 哦 你是一个月前找我要店铺那个 你有什么事吗 嗯 我还能有什么事 不想死的话就把店铺和村子都交出来 哦 就凭你这只拿着枪的狗 你们几个 赶紧给我上去咬它 别费劲了 我这只可是狼王 你的狗都被吓得落荒而逃了 既然动物靠不住 你们两个给我上 哦 就凭你这两个小弟 也敢跟我的老钟碰 一口一个 简直不要太轻松呢 呵呵呵呵呵呵 怎么样小伙子 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靠狗算什么本事 有种跟我一对一样 之前让我不要启示狗的 好像是你吧 现在被我的老钟逼到绝路 就急了 那就如你所愿 给你一个痛快吧 给我看枪 真是个双标呢 呼 今天又是拯救村子的一天呢 呵呵呵呵 啊呵呵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